周星驰的台词是没有生活读不懂的 你以为只是搞笑 你殊不知这才是人生啊 当年有一句台词就深深的吸引了我 傻瓜 了不起重伤要死咋那么容易啊 哦 我那时候年纪小 以为这是单纯为了搞笑编撰出来的 直到我看到一个故事 俄罗斯历史的沙俄时期 有个叫拉斯普京的哥们 在沙俄政府里面相当于国师的角色 他每天荒淫无度不干正事 引得沙俄政府一众贵族的不满 决定派一群杀手干掉拉斯普京 杀手们设下圈套 在他的蛋糕里放入了剧毒的情话物啊 拉斯普京连吃八块 毫发未损 甚至还喝了一瓶加入情话物的葡萄酒 之后杀手见他毫无反应 朝他开了一枪 子弹打穿肺液碰上心脏 他们正要收拾现场 这哥们跳起来就跑 原来刚才是装死 杀手们又连开了三枪 有一枪正中他的头部 过一会儿他又醒了 此时杀手们都慌了 早已经忘记了专业技能 混乱之中一拥而上 用哑铃猛击他的太阳穴 这下终于死透了吧 之后把他扔进了一个河上的冰窟窿里 最后法医鉴定 他的死因居然是溺水而亡 他在水里面足足活了八分钟 回头再看这句台词 周星驰才是人生小董王 同意的点赞